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审美水准如何 我认为这真是一个中国社会各个地方的采风 这个很有意思 而且值得我们琢磨 他说结合城乡整体水平来看 我们国家人民的平均审美能力和品位 大致属于以下水准 当然我必须说明 任何现象任何全程肯定判断都是不全面的 他指的当然是某些地方中国的角落 是被代表 对对对 结合城乡整体水平 城乡水平就是我们国家人民平均的审美能力和品位 好 咱们一张一张的看 来 这是中华韩版英伦风 这是酷炫吊炸天 这是我国最常见的大学和单位餐厅的设计 易于清洁便于拆除 这叫做减欧装潢风格 我本来不知道这个词是被一个地产商客户普及的 这叫减欧 就是简化的欧洲 这是爆款 这叫爆款 听说这款包也卖得很火 请 这是拖把子 这是我国商品的普遍包装品味 如果缺少了酷币的迷幻灯光效果 电子产品 很难在我国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 下边 这是我国中小企业经营者对青春靓丽的理解 这是我国英俊男青年的衬衫标准穿法 那话怎么说来着 穿衬衫的男人让女人心跳加速 你可不能骗我 这是我国婚庆典礼中最喜闻乐见的环节 这是外国影视剧中对中国新兴富人的形象总结 这类群体据说一般和这类女性成对出现 然后这是我国各大城市最常见的居民建筑样式 如果说上面那种是历史造成的 那这种建筑则新派的多 被称为建筑史上波澜壮阔的奇奇怪怪的建筑时代 然后这是我们马路上最常见的 商户标识设计水平 这是我国夜晚最常见的灯箱设计水平 这是我国广大古镇地区 夜生活的招牌卖点 我觉得也很真实 作为一个医疗产业大国 我国也有着相对应的户外广告水准 然后下面 在我们国家视觉饱满度 是衡量一个网站页面是否有干货的决定性指标 你瞧这个视觉 这是被我国年轻女性推崇的美人脸的模板 左三 可以指出左三是我国最主流媒体心目中都市利人应该有的打扮 但是我国数量庞大的年轻男士们认为这样才是他们需要的女孩 这是我们国家常见的PPT设计水平 这是这类下午档的节目 深受我国中老年观众的欢迎 这是我国传统观念里的幸福儿童样板 请无视他严重肥胖的健康状况 然后这是我国的儿童摇摇车 具有鲜明的魔幻主义特色 深受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 你再看下一张 就看到了 这是一家上海还是魔都啊 上海一家餐厅的英文名 不用猜这是极限城市了 这是我在魔都拍的 然后再看看下边这张图 是不是很亲切 有没有想起了你亲爱的爹妈 关心你的领导和阿姨 然后是的 这就是我国传统文化 集亲情孝经哲理于一身的朋友圈配图 然后再看你们要的中小学校服 纯纯的 然后这是桀骜不驯的时尚天生好手 总是能在传统中找到突破口 这是这是哪啊 在我国的富裕地区 比如说浙江 人民的审美品位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 然后有人说中国人不肯为审美花钱 这也是偏颇的 据我所知 我们的酒店经常使用纯金打造粮柱 为此花费了巨资 你看那粮柱是镀了纯金的 不仅如此 这是我们百货商场企业的宣传广告 红底黄字 你以为想用就能用吗 不要幼稚了 这是典型的 我认为它至少反映了某一方面的真实 这就是中国的风景 这个徐老师挺hold得住的 我昨天晚上我先编辑给我发了 我先看了 我半夜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笑抽筋了 狂笑 太好玩了 我咋好笑的 这是很真实吗 他配上那个文字 而且有些就是我觉得是我见过嘛 就一下子就觉得太好玩了 就我常常觉得大家觉得他丑吗 或者怎么样 但我觉得能让我这么笑 是不是他丑里面也透露出来某种信息是可艺术化的 如果可艺术化 那就只能说中国进入了 早已经提前进入了一种后现代艺术的一种景观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古典派的 或者说一个正常派的一个审美家 这个我可以引用啊 一位这个艺术史研究家 一个美国的艺术史研究者 他就跟我们吃饭 他是从中国的海南出发 一直到北京跟我们见面 他一路这个旅行过来 我就记得他讲的一句话 他说中国他这一路上看过来 他说中国现在进入的 他历史上最恶俗的一个时代 这是他的感官了 他一路看过来 其实我想他一路看过来的 基本上就是如是如是如是 这样的一些风貌 于是他得出了这个感官 然后我们的解释就是 你不觉得有点像后现代吗 那个最后那个印象非常深 这个红色跟黄色的这个搭配 但你想想他也没错 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是以国旗的颜色 来成为宣传自己国家的 各种各样项目的主体颜色 你看那个瑞典 你看他的一家家具 就是蓝的跟黄的 对不对 法国呢就是白的蓝的红的 法国跟美国都都强调这种颜色 所以我们的番茄炒蛋是 我有时候在批判自己 比方说为啥看到巴萨罗纳的番茄炒蛋 觉得亲切一点 看到我们自己的番茄炒蛋 然后我就 他那个也挺难看的 对对 他关键刚才那个条幅 他说那个字很满 全部满满的那些字 最后很满 还如月中天 对吧对吧 这个是不太好 另外有一个刚才那个景象 非常具体的 我是看到不满意 就是浙江这边有钱的人 他们我高速公路开去黄山 中间你会看到鲜明的对比 在浙江段 他们的房子啊 就农民有钱的人造的房子 就是这样 下面三层楼 然后做了一个顶 然后顶上有一个塔 塔上面有一个金属的圆球 个个都是这样 我认为他们大概功能上 可能有避雷的作用 但是这个盖的 真是中不中西不西 我不知道是谁设计的 但是我跟你讲 一个小时 你经过好几个县 都是这样的房子 但是作为对比的是 你一到安徽境内 你明白安徽的那个明居啊 就白色的 你知道这种这种砖 上面有他们这个 这个他们安徽的 就非常漂亮 我就搞不懂这个浙江的明居 为什么搞得这么 这真叫恶俗啊 但是从另一个问题 我也跟你讲一讲 你去过秦陵吗 你到了陕西 你又以为到了安徽 你知道我在秦陵当中看啊 全是这个灰派的房子 那是灰派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 到处来他普及 对 我现在是觉得我不明白 我们是处于一个特别缺乏想象力 还是特别具有想象力的时候 说他具有想象力 是因为他那个好多风格 你就你就觉得谁讲你的 你哪看来可以这么搭 但同时呢 他又都雷同 我是有一次就是在一个 呃二线城市 我在那等人的时候 一抬头就突然发现 我说哎 怎么现在所有的城市一模一样 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店搬到这里来 这个招牌搬到这里来 一个一个洗脚房 一个什么 你就每一个城市的景观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以前看过有一个人做一个一个艺术展示 拿纽约还是什么地方 他把一些标准东西拼在一块 就变成一个城市 今天的中国完全可以 我在不同地方拍照片 拼成一个标准的中国城市图 一模一样 嗯 但是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的 你知道美国其实也挺俗气啊 美国也是欧洲人特别瞧不起他们 但是即便美国的这种俗气啊 我还是觉得这个有一个审美问题 你比如在美国有一种叫国旗派 就是你说的国旗派 他穿的就是国旗的颜色 或者这就是哎 甚至把国旗穿在身上 这是他的一种着装的一种风格 可是啊 就像你家庭装修一样 你怎么安排 还是能体现出你这个人的美感 对吗 你像我们这个一条一条的这个大标语一样的这个广告 哎 你就是做广告 你把你们大板公司的前门俩全贴成这么一条一条的 你觉得好看吗 或者说就算 我 你觉得这就是我不能理解 这要作为艺术品 倒是一个创造 哪一个现在拍这样换的话 也许能卖很多钱 价值可能超过他整个百货店 你这种细访 但是作为真实的景象呢 还有一个你还没拍出来呢 到处祖国大地到处出现的就是 用塑料吹出来的一个鼓 对啊 我有很好的风景去舞台山呢 我带着朝圣的心情到舞台山 迎接我的就是一个 说什么一个旅游节 什么什么要信佛阿弥陀佛的 来了一个 去孔庙门口也是一个 上面写着南科医院 对不对 就在孔庙门口 所以我对他们这个气球吹出来的这个孔文 我也受不了 所以我的确承认 这些年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建筑 但是我总觉得问题更大的 是千篇一律的建筑 就是刚才有一个 这个刚才说的嘛 都一样 就是那些那个五六层的那种那种房子 那个七八十年代盖的那种房子 那真是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个曾培凯 我们到成都去开会 我们一路下来 他说 他说这跟济南有区别吗 对啊 对 他说这跟武汉有区别吗 就是真的除了几个风景点以外 这个城市就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他们因为是平凡的世界 明白吗 就是在一个革命以后 普遍大家从穷困当中发展起来 所以大家只要一个基本的住 有一个洗澡的地方 能买到冰箱 这些都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 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阶段 我们没有其他想望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丢了我们的这些美学的 其实我有看到有一个人写东西 他就说中国人其实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就是你从文明的去比较的话 他就认为说是哲学美学和一些抽象伦理 那么这个美学呢 他就认为中国的历史其实是古代史 因为之后的就是外面进来的东西了 那么如果说是古代史 我不知道我们的审美这个美学 到底是从哪里开始断掉的 我也不太明白 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些建筑啊 那些条幅啊 有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美不美 而是比如说有人叫你这个领导或者谁 他看着过不过眼 就他的要求是什么 我碰到一个情况是有一个在外国的 就一个华人设计师 他给中国去设计一个书展的一个灰 他最后弄出来是好多字在里头 我说为什么这样呢 他说这个代表了中国的开放与这个这个这个通融 但他底下跟我说 是因为他们提了太多的要求 我只好全放上去 咱们就是大团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不讲好坏 咱们就比较 刚才不是中国吗 也有人弄这个看看美帝人民 结合他们的城乡整体水平 美国人民的平均审美能力 大致处于以下水准 你看 这是大部分人不上班时候的打扮 你看 这扎克伯格嘛 扎克伯格 对 其实我挺喜欢这么打扮啊 这不是 所以今天也穿上秋衣 不是他不怪异 你知道吗 他觉得就是自然而正常 当然这是美国的酷炫吊炸天 这是美国的餐厅 一般餐厅的 常见的饭店装修 你再看下边 这是家里的样子 跟咱们刚才的减欧 有什么比较 然后听说这款车 卖的也比较火皮卡 是吧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美国家居一般的样子 然后你再看 这是美国的电视节目 一般的样子 你看 所以 我 你知道我对美国的感觉 仅次于中国 中国如果闷五 美国就闷四 闷 在就是沉闷啊 就是这个美学风格 在世界上的水平啊 中美是越来越接近 美国呀 离这个什么艺术啊 或者是说高雅 也比较遥远 可是我还是觉得 美国跟中国不一样 因为我在美国啊 我感觉到的是什么 简单 实用和朴实 很多时候 他 他不像中国呀 这么样的过渡的这种 这种装饰 包括你看 他跟咱们的假欧洲的这个装饰 美国一个家庭 经常让我感觉到 他有的就是他必要的东西 就跟美国人的性格一样 你看就像加格伯格穿的 穿的就是一个舒服的 我有点笨 咱们那有点闹 我们就对 我们就有点闹 你知道吗 就是又有点往脸上贴金 又有点那么个劲 但我想说一句就是我 咱们说美 美到底有没有永恒的标准 你知道吗 有很多这个汽车啊 就是国际品牌的汽车 到了中国市场以后 他会那个样子会改的 就同一款 一般会加长 或者屁股后面有一块 特别宽的金属条 或者前面有一串灯 我们以为咱们 这是咱们土豪风吧 但现在呢 这种标准进而影响了 他们本国有一些市场的 这个生产 因为现在啊 全世界汽车 个人拥有量增长 最快的十个里面 九个在这个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水准 其实都有点土豪的这个风 进而就你改变了 整个世界的一个审美 你的意思 中国的审美 甚至就影响到 中东跟非洲的审美 真的 中国和中东审美 有点相似的 有点相似的 那大金块 往上贴的那个 不就是这样 你去那个 那个迪拜 那个机场啊 大金钟旅数 我觉得很多中国人 到那儿兵治如归 还是刚富起来嘛 就是 他是这个上升期 刚刚富起来的人 他们想象的美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 一个常识的错误 什么减欧啊 中国呢 有一个家具制造业 有一个概念 叫欧式美式 那美式呢 其实是有点概括性的 就是像Polo 就是中产阶级 就刚才讲的那种地毯啊 沙发啊 就是这种风格 欧式呢 你没法说的 因为你去欧都知道 你北欧跟南欧啊 德国跟法国啊 跟意大利 都是截然不同的 欧洲的魅力 就在这个地方 你去一个城市 去一个国家 就是一个不同的城市 一个不同的国家 一种完全不同 所以呢 中国人对欧式这个概念啊 我觉得就家具制造业 至少应该做一点普及 就是不是 你就简单一点 你就说 比方说英式 或者法国式 他们讲的欧洲 基本上都是法国式 就是那种 这种比较 叫做 Versace啊 这种 这种风格 那么他们把这个东西 再减 做的没那么复杂一点 就叫减欧 那当然跟意大利 跟北欧完全不一样 北欧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 最基本的问题 美国呢 它的最大的问题 它除了几个少数 大城市 比方洛杉矶 纽约 旧金山 它有它自己的风格以外 大部分的城市的 美国就相当统一 原因是经济原因 因为美国是一个 被垄断资本 高度控制的 所以你为什么到 你比方刚才讲的 那个餐厅 看到这一家 你可以在美国 看到五百家 对 因为它是同一个老板 所以它全部 到现在也是 你想必胜客啊 麦当劳啊什么 它就是一套标准 就到处下 所以它的确是比较闷的 的确是比较闷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 我一点都不笑话 中国人的这种 这个审美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就是 这么长起来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 对于什么是 好看的美的 这个东西的 慢慢的培养 其实是一个 特别漫长的过程 对对对 而且我就觉得 我们对这种 突然一下子开开 就是开开以后 什么是好看的东西 什么是时尚 真的一开始 会有一种窘境的 你说那个朋友圈 我这两天 我朋友圈里面 全是讲巴黎时装周 多少中国人 都在那里 我都很奇怪 以前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中国 大大小小明星 都跑到那去了 而且他们穿的都是 那个设计师本人 给他们挑的衣服 但是有时候你也觉得 要不脸 不明白 他穿不出来 这个真的 居老师 咱们就要不说 这个作为大陆人 这个得认 认对吧 我有时候 反正我刚来香港的时候 我就觉得 反正香港人看着 好像都挺会穿衣服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知道现在服装品位 也很低 我就不知道 怎么同样的衣服 我的感觉 香港人的 或者是有些 发达地区的人 好像人气质不一样 他的身体是挺的 所以你看 他穿个西装 穿个衬衫都很合身 对吧 咱们就是 我吧 我就老觉得 我穿的都是 这多出来一块 那多出来一块 就是 而且就是这种 时尚感觉 你知道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搭配 对吧 这真的是一种 多年养成的一种感觉 穿衣这个问题 有时候你会非常绝望的 你在一个 公共过桥的地方 你看下面的人流 看街上的人流 你要想到 每个人在早上 离开自己家的时候 都是尽量把自己 打扮得好看的 一般来说 尤其是女的 对吧 尤其是女的 总归是尽量挑一个 使自己在镜子里 看得比较好看 这么综合打扮的结果 是这么难看的一个局面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很绝望的事情 你当你在一个地铁里 看到下面的人流的时候 你要想 他们不是 不是在逃难 他们是经过 尤其到了过节的时候 这么多人精心打扮起来 汇合起来的一个 集体无意识 是你看到了这么一个机会 但是我总觉得 衣服的问题还是不大 这还是个人的选择 我觉得问题 更大的是建筑 建筑这个东西 不是一个发展上的 个人权利 不是一个你住在里面的人 你的私人空间 建筑它是有两面 它的外墙就是公众空间 对 所以你到巴黎你去看 这个房子都有一个铁的阳台 那个阳台都很窄 那阳台其实大部分人是不用的 而且他们都有一个木头的百叶窗 你看见没有 对 全部是一样的木头 有时候想起来也很闷 每一家都装一个木头的百叶窗 那万一我这个人 我倒不喜欢木头百叶窗我装个塑料的行不行 不行 他整个巴黎的市容看上去就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 是是是 简单的说你这个房子里面是你的 你的外墙是公众的 对 中国人的建筑盖房子 包括今天很多大款发展商 根本没这个概念 他盖这个房子 他没想到他有一面政府 是给人民的 政府也没这个概念 你这个 我去意大利有的那个小城 他就这样 你可以盖房子 但是你盖的这个房子 必须都是我们这种屋顶的 因为我们要保持我们这个古城的风貌 所有的房子都是这个顶 你必须也是这个顶 对 巴黎就是他那个层高什么限制 就是你一眼看过 你就知道这个是巴黎 因为他的这个房子的外贸都是有规定 包括在其他那个在欧洲一切地方 你阳台上摆什么花 对 什么颜色 他都有规定 而且欧洲这点我最佩服了 他们摆这个花自己看不到 就给外面的人看 而且那是鲜花 我以前很惊讶 给天天换 那得花钱 花功夫 浇水 对不对 可是你坐火车 在他们城市旁边看过 你看一路的房子 都是这样的鲜花 我们建的这些 也是给人看的 但是遍地是奇葩 强强散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看朋友圈 他们前一阵还转钱中书写的一个文章 我又明白了一件事 就说这个雅和俗 钱中书就说 说你发现没有 就是最俗的人也会说别人 他怎么那么俗 所以他就在研究 到底我们所指的雅和俗是什么 谁都在说别人俗 最后反正他的结论 就是俗往往意味着比和事更过度 是多了 比方说一个人手上戴着一个钻戒 这个你不会认为他俗 可是你跟他握手 你发现他五个手指都戴了 你就会觉得他俗 不过想做朋友 打人 打人 对啊 你包括你就说穿的这个 我这个五颜六色的 你一个人穿的完全跟个花蝴蝶似的 你觉得比你想象中的这个合适啊 更过度了 过去30年中国的个人权利上升了 这是好事情 大家有私有财产 但是就像我刚才房子 我在上海看到过很好的小区 那都是模仿英式的楼 那其中有的人就改建了 改建成平顶的村公所一样的 他面积是扩大了 对不对 当然这个改建是有各种各样的规范的问题 但你有个最大的问题是 他里面很开心啊 因为他变大了 看着是你们看得不顺眼的 他自己还看不到 所以我就在想有些地方啊 这种公共的秩序是需要一些强力来 是需要一些 而且现在的强力只讲到经济政治的原因 但是这种美学的原因 过去咱们就不能说长得不好看的人有爱适容 但是房子你们家房子可能有爱适容 对 是吧 对 但是我想就是说回来 就是说那到底是什么 我们认为是好看的 有时候蛮难讲的 就是刚才说 因为中国其实我们对于古代的美 比如说女的穿旗袍的 你房子是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木结构的东西 可能我们知道 但你现在放到现代的这个 这个身子里面 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美 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 中国是两极分化发展 比方说我女儿到纽约去找工作 她找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三家建筑公司 她女儿学建筑 后来这三家公司说 她分别设计了上海浦东的经贸 跟那个环球中心 跟上海中心 换句话说 在上海作为地标的三个大建筑 分别是纽约的三家大公司设计的 这是世界最有名的大公司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中国现在又是世界建筑的 尖端的实验室 我也听到过 包括在中国就有一些 他们喜欢请的那几个设计师 都是特别炫那个风 但很多其实在欧洲的那些 就是建筑师 他们会认为 这个其实是不必要的 你包括你有什么转弯里面 它那个空间都不对的 但是好像这个东西在中国就喜欢 中国人他似乎觉得我要努力 要加一点什么 就是我干了什么 这个的确是很困难 中国的情况的确很困难 欧洲呢 它有一个社会共识 就是说它的共识 它的城市要保持几百年前的样子 大部分人都是同意的 你今天在几百年前的这个房子中间 来一栋玻璃的不锈钢的房子 大部分人就会觉得难看 那么这个大部分人意见怎么来的 就通过市议会 议员是民选的 所以他这个意见是有数据可以统计的 他不是某一个市长一个人说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所以这个建筑啊 要不是说你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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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ous размер ira